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发现在美国领空竟然出现了中国的间谍气球 我们来告诉你这个间谍气球 我厉害 先来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今天表现了普通普通 中场是小涨7点 不本来是在盘下的 靠谁呢 靠台积电尾盘挤拉2块钱 让指数在今天得以收红 所以我们再回到指数 在今天是小涨7点 收在15602点 成交量2370而已 在今天新科股王 昨天才刚坐上股王宝座的信华 在今天强拉到涨停板 横甩大力光 现在大力光的价差已经超过250块了 今日最重要 则要告诉你的是 周线在这个礼拜 收周线周线是连四红 而且这个礼拜外资大买超了 将近1200亿可以说是破纪录 他告诉你是 最近投信拼命在佐多 是在拼作账吗 信华供道涨停板 爱普连拉了第四根红K棒了 IC设计成为现在盘面上的人气王 致源创为拉出残红 而且创下新高 稍后一帮年来则解读 刚才介绍来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财源锡助理教授 朱月忠老师 大家好 要请到金融培训协会理事长林昌新 大家好 网络头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财源专家来先生先哥 大家好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王荣旭 大家好 稍后为您视讯连线周五荣律师 周绿你好 阿关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为什么连线周绿呢 最主要是周绿指控 而且控诉说 泰山 离时突袭市所召开的 审计委员会是违法 真的是违法吗 我们来看到底泰山 发生什么事情 泰山突然之间在1月17号 召开了审计委员会 被媒体说是最美女董 变身暴走独董 这位最美女董是谁呢 是赫赫有名的陈米逊 那陈米逊突然间突袭市 在1月17号召开了审计委员会 这场委员会到底有多关键 是不是对未来泰山的胜败 扮演关键性的角色呢 是的 那泰山的独立董事陈米逊小姐 在1月17号在泰山的总部 召开审计委员会 跟另外一个独董 杜英达先生以两票强势通过 3月16号召开临时股东会 要全面改选董事 以目前龙邦的 他的持股优势来讲 预计可以入主泰山 但是目前来讲 我们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泰山就把他的金基母 将近两成的全家的股权 就公开卖给国泰金控 蔡宏土的私人的家族的公司 叫做万宝投资 所以按万宝开花 那目前刚刚好 在1月17号那一天 我们的金管会 他绝通过了 他说他们没有违反产金分离 所以也就正式宣告 这个交易是合华的 当然交易也完全就是已经交割完成 那也代表说 以后龙邦进入的泰山 是一个没有全家的泰山 当然现在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泰山这些人说 你陈敏兴是我力挺进入 这个当选独董的 所以本来陈敏兴应该算是公司派 那怎么挣钱倒戈 因为现在独董要选举 是我力挺你 你才能够拿到那么多票 变成独立董事嘛 你怎么可以挣钱倒戈 你怎么可以用这种 所谓霸王硬上功的方式 召开审计委员会呢 你这个是不合伙啊 问题是说 当初人家泰山这些人 都是肉粥 肉粥 肉粥 用到方便说 看不到人的 所以现在万坦没效了 怎么说 因为真心滑着情 外头只有加点心虚味 今天不是真心滑着情吗 在今天公司也特别召开记者会控诉 他说陈敏兴你到底怎么了 我最尊敬的 最美丽的董事长 陈敏兴你到底怎么了 陈敏兴你到底怎么了 我们当初收到消息的时候 我们还不相信说 你会想来召开 用省计委会的民意来召开 这个临时股东会 他给我们的理由 有很多说法 有可能是黑道的 黑道的问题 有可能是 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的问题 我想在座的媒体们 你们认识的人很多 你们可以去问陈敏兴 董事长 你怎么了 你到底怎么了 陈敏兴你到底怎么了 刚刚这场记者会当中说 可能是怎么样怎么样 那个怎么样怎么样是怎样 那我也搞不清楚 所以马上为您视讯连线 周武荣律师 周律你好 海关好 周律 陈敏兴到底怎么了 他不是公司派力挺的读董吗 就是叛徒吗 陈敏兴的做法 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心寒 他在出卖全家股权的董事会 会召开的程序当中 他是赞成的哦 他是持同意票的哦 所以他是赞成 对不起我打个岔 他是赞成泰山公司派 卖全家持股的 当初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 他是赞成的 没有错 那现在他反对了吗 在这个决策上面 不仅是赞成 而且还说 诸葛龙这些人 怎么会说出这些话呢 他还要力挺 他本来是说 他自己要去告他们 后来那个詹董说 不要你读董 要独立一点 还是由那个詹董 是自己亲自去提告 你就可以知道当时 陈敏兴的态度 是非常支持公司派的 那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 他跟杜英达 临时就 跑到公司去说 我们要召开 审计委员会 那公司就跟他讲 审计委员会召开 就类似我们监察人要召开 又类似我们董事会要召开 股东会 要7天前通知 那你们现在只有5天 不符合法律的程序 跟他讲 他也不管他就是随便念一念就说 哦我们就是要召开了 我们就是要 我们审计委员会召开 已经通过了 然后又要召开股东临时会 其实这个 这个程序完全不符合 法律的规定 他还是一定要这样做 这五党的差 这五党的差 就是他们召开审计委员会 那这场审计委员会之所以那么关键 是因为可以在审计委员会的现场决定 3月16号要召开股东临时会 所以审计委员会是不是合法就很关键了 那审计委员会刚刚你有特别谈到 要召开审计委员会有一个程序 就是你必须要通知 7天前都通知 我没开会对吧 要发出这个7天前通知单 那这个程序他没有完备是吗 没有完备 那照理说审计委员会就不合法了 对 他的审计委员会是 审计委员会召开的程序 是完全不合法的 那如果审计委员会召开不合法 以独树独国理论 那在审计委员会所做出来的决议 就是决定316要召开股东临时会 那是不是也无效 这个决议是不是也无效 对 我跟你讲 这时候很奇怪 政管会做求给 做求给那个陈敏轩 跟那个杜英达 他问他们说你们发函 那一天的发文的内容 到底是以审计委员会的名义来召开呢 还是以你个人读懂的名义来召开 问他说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陈敏轩跟杜英达又发了一个函说 没有没有 我们不是以审计委员会的名义来召开 我们是以个人读懂的名义来召开 这个根本是乱扯 当天你就是用审计委员会的名义 去召开这个程序的 然后在这个程序完以后 因为不合法 那你又改口说 你又变成又用独立董事的方式 需要去召开 然后政管会竟然也认同了说 他是以独立董事的程序 其实程序正义一定要遵守 你到底是以审计委员会的方式来处理 还是以读懂的方式来处理 你一开始就要先决定 我们在法律上经常有句话叫做 暗中出共 审计委员会违法了 然后突然就改变 又用读懂的方式来召开 这样子是不行的 好周旅 我觉得我们做 我也是法律系 我也是法律系毕业的 我知道我们法律上经常有一句用语叫做 暗中出共 就是说你第一次刚开始 你是用什么名义召开 那就最准了 你第一时间 你是审计委员会召开 就是审计委员会召开 你怎么能够后来发现是违法 叫改口 那我们的主管机关又怎么能够同意呢 这是第一个 难道主管机关帮他大开窍门吗 第二个我要问一下 审计委员会竟然可以决定 股东临时会 那就是非常关键而重要的会议了 这不是普通的会议 这是很重要的会议 听说这个会议在梯厅举行 我不能听过会议在梯厅举行的 在路边也可以举行吗 是这个意思吗 你至少要有一个正式的会议室 有完整的会议记录 那不是这样 那听说这个审计委员会的会议室 在梯厅举行 当然我这是听说 我不知道真实情况如何 所以周率 他们真的在梯厅举行吗 事实 事实 因为泰山跟他说 你们没有七天前召开 我们会议没有办法帮你 帮你去准备会议室 帮你去处理这些会议的流程 所有相关的程序 然后陈宏厅举 就在梯厅里面 就把书面的东西喊一喊 念一念 就说好 那我们这个审计委员会通过了 通过了 然后就决定说 3月16号要召开临时股东会 这么草率 然后这么的 这么的 我觉得根本就在胡思 根本就在无搞下头 陈宏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 太离谱了 怎么可能在梯厅 拿一张纸念一念 就当会议开完了 那我问一下 既然他说是用读董的名义开会 那我问你 是不是所有读董都有到呢 没有 当天因为那个谁 没有收到通知啊 那个另外原副的董事长 他也是读董 他没有收到这个开会 7天前没有收到开会通知 所以他当天就没有到 没有到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互推主席啊 没有办法互推主席 这个程序就完全不符合 那个审计委员会的程序 我个人也是读董 我知道审计委员会召开的方式 那个根本就是不符合那样的程序 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审计委员会不符合 他们就转用读董的方式来助理 但是读董也读董要召开临时股东会 那读董也没全部都到啊 因为读董不知道啊 怎么可以这样呢 而且现在在立法的空窗期啊 我们的立法院或者是我们的法院 最近对于读董要个别召开 那个股东临时会 都特别的限制了 除非是有公司 他应该召开不召开 然后或者是说 为了公司的利益 有非常必要的条件下 才可以召开 但是你知道吗阿官 他们6月就要召开股东常会了 他们太三 那他既然6月就要召开股东常会 又为什么需要在这个时候开这个会呢 你现在要开3月16日 因为他接下来就要开股东常会 你再急什么 如果说就差两个月多了 你有这么急的必要 一定要这么急去开这个股东临时会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性啊 而且他的释法性有非常大的疑虑 所以我觉得在法律上 未来这个股东常会的决 股东临时会的决议 或者这个股东临时会能不能召开的成 我觉得都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公事派已经决定要去申请 要暂时送来的家属份 不让他召开了 那就算他召开 我觉得未来也会被 这个决议也会被撤销掉 因为陈敏勋的做法 让人家觉得有点 有点匪夷所思啊 你自己赞成的决议案 你自己赞成的出售股权案件 然后你现在又用这个理由 来召开股东临时会 他是以这个理由 他是以说全家卖掉 卖掉 泰山卖掉全家股权 这样只是不合法 然后来召开股东临时会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来 法律上有净反言原则 你不能背叛别人 你也不能背叛自己之前 所做过的承诺跟决议吧 那我觉得陈敏勋根本 不是根本没有资格去召开 这个股东临时会 那我问一下 那公司能不能解任 他读懂的职务呢 对 就是因为 其实很清楚的 我觉得泰山的做法上 对他太过宽厚了 知道他知道他证人倒戈 知道他已经叛变了 用膝盖想都知道是什么原因 那已经太过这么不独立的状态下 我们法律明明就有规定 可以以他不识认 已经不独立的理由 来向上海法院提起 解认独立统治的诉讼 其实他们早就该做 只是说他们可能还念了一些旧情 以为还可以沟通 没有想到 其实陈敏勋比杜英达还要激烈 后来听说 所有在政管会 所有的动作 都是陈敏勋去做的 杜英达其实持着动力的态度 他不想介入金银城的纠奔 所以陈敏勋才是 整出金银圈大戏背后那个大boss就对了 就是因为杜英达不想要 介入金银城的竞争 所以 祖国龙才讲办法去撤反陈敏勋 让陈敏勋来主导整个事件 周律你刚刚说 他为什么会振钱倒戈 用膝盖想也知道 但周律你的膝盖应该比我的膝盖聪明 因为我的膝盖想不通 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会振钱倒戈 朱国龙是什么样一号人物 大家可能不知道 大家可能对这个人物很陌生 朱国龙在股市上面非常出名 他经历一个五大案件 龙邦案 陈志案 台寿宝案 松岗案 还有自己国保的案子 五个案子都被写出 被判刑24年 105年诉讼到现在 还没有一个案子判决确定 你就知道他的能力有多强 而且他所有的董事 他所有的董事 都是法律系的 都是念法律的 没有一个他专业的人才 如果说他在经营上面有专业人才的话 那你去 你说要并购别的公司 我觉得合理 可是没有 他所有的公司都是 法律系 你看他并购了龙邦以后 龙邦变成什么样子 他把瑞助营造拿下来以后 瑞助营造变什么样子 他所有松岗 他玩完以后松岗变什么样子 只要被他四月过的公司 几乎都紧无完肤 那他有什么能力 他就是钱多 我举个例子 其实他最出名的案件 跟这些案件都没有关系 跟估重量最有关系 估重量因为他逃亡海外 就是台售保的案件 他最喜欢的就是威胁利用 为什么 台售保案件的时候 估重量要并台售保 朱国龙就发现这样的状况 他也是介入 后来呢 估重量为了要让他退掉 退出 私下带给他9.9亿 就是因为这9.9亿 被认为是超空 所以估重量跟他妹夫 才潜逃海外 他就是要 他每次做这种事情 都是威胁利用 然后呢 同时台售保同时的案件 他因为并购过程当中 他知道这些内线消息 他就又做内线交易 又赚了利多 他的做法就是这样 所以泰山就能让这样的人入主 对公司真的能够加分吗 我们谢谢周磊接受我们的视讯连线 不过要问一下老师 朱老师 泰山把全家的两成卖掉之后 其实等于是把他的金基母给卖了 没有金基母的泰山 其实右翼已经比较低了 对 那为什么朱果荣还一定要呢 我想如果就这个问题来说 但看起来他2017年开始入股泰山之后呢 原本想说就是全家的金基母 就阿冠说的 因为如果从账面上来说 因为全家很会赚钱 他一年可以有3.5%左右的殖利率 比股泰山很多 而且稳定现金流去保守 估计一年有100亿 但是现在都没有了嘛 好 可是回过头来 泰山把这个全家卖掉了 是不是有一笔现金进来 80亿 80亿 再加上泰山本业其实还算是赚钱 虽然全家那么厉害 可是估计一年大概也有两亿的近利 所以他现在账面上 大概估一估 大概泰山 其实就包含卖全家的钱 大概有一百亿左右 所以如果我把泰山吃进来 我有100亿可以用 即便没有全家这个金基母 他也有庞大的现金流 所以你想 因为在整个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就这个龙邦 大概益住的资金大概是60亿 但是我把它吃下来 只有100亿可以用 怎么算算盘都划算 那老师 因为刚刚其实周磊也谈到 召开省计委员会照理说程序上市要七天 没有七天的通知期 那他们竟然在短短五天 也就不到七天 他就开了 就把他很急 对 他为什么这么急 他就不能再等两天吗 当然最现实的一个是 大家讨论到说 当初他去入股的这些钱 哪里来的 其实他就是买进股票 再把股票再直押 再去拿钱 再去买 不断的利用这种杠杆操作 所以我们如果熟悉的 就是我股票直押 他有一个所谓的维持率 维持率大概是130% 现在规定 好所以如果就媒体现在的统计 因为他有很多不同次 大概平均他的成本 大概是22.8元 如果你用这个数字 反推130的维持率 你就是大概是我算一下 大概29.6元 可是你看今天泰山收盘多少钱 30.95 很危险了 所以他只要再跌 他就要补单薄品 对 你就要补单薄品 要不然就被断头 被断头嘛 那你当然有利己性的危险 所以他当然 为什么差两天他都不愿意等 不得就在这里 因为他召开了神经文会 同时订下了股东临时会的时间 就让市场认为 是 有可能 泰山会有新的利夺 好来问一下 憲哥 他们都在说陈敏轩怎么了 其实陈敏轩他都很好吃的 是不是 对 那59年是很漂亮的陈敏轩 其实他出生在迪化街的一个 非常富裕的步商家庭里面 他的爸爸陈崇毅 他就是一个国内最大的一个 謊杀的一个工厂 叫做李隆 那李隆是他的创办人 那李隆创办人之后 他就很多的闲钱 就一直去买台湾公银 就以前中华开发公银的一个股票 买到后来他变成里面唯一的 民营的那个民股的一个董事 那就派他的女儿就当法人代表 那刚好这个开发的一个董事长 被抓进去关的时候 他就代理开发的董事长 那时候全股票的眼睛为之一亮 就被封为最美丽的董事长 从那边开始 后来因缘际会就接了101的董事长 不过他前几年因为癌症的一个侵袭 让他也对人生的感叹 他也自己抄了一个 这个万空歌里面的几句话 他说 代表说他人生间看破 不过他在101其实有蛮大的争议 好像没看破 他在101争议蛮大的 他是被财政部点名撤换的董事长 因为那时候101了很多 对 五年了多少 百亿亿 从资本亚了一半多 他的招商不利本来是79成 结果只有28间租出去 还不到4成 还不到4成 另外罗书磊立委还踢爆说 你们知道他出门的时候排场不得了 他到任何地方一定要求 白色的劳斯莱斯街送 另外他住的是总统级的一个待遇 但这件事 陈敏逊有去课罗书磊 所以真相怎样 我们也不知道 但是当时罗书磊 我们在罗书磊说 我们不知道 那除了101的争议之外 其实他更大的争议是 他卷入了扁案 对 那阿扁闭案的时候 因为有发现到 他送了一千万给扁嫂 为了要保住他 大华证件董事长的职位 他在这个法庭上也扶认了 他就是花钱买官 对 他也承认了 结果后来在高等法院的时候 他翻供了 那我那一天 因为我太紧张了 所以我就头昏脑胀 我就随便打打 这样变成伪证 结果在结到欧北共 结果因为高等法院 在2012年6月的时候 就以伪证案 判他有期徒刑10个月 然后缓刑3年 好 所以 争议这么大的陈敏勋 这一次在台山会扮演 什么样关键性的角色呢 我们后续继续看下去 好 不过我们的订阅时间又来了 观众朋友 赶快准备好你的手机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关我什么事的话 手机准备好 请你打开拍照模式 扫描我们 荧光幕右下角的QR Code 你会进入到我们YouTube频道的 关我什么事的频道 所以请你按订阅 同时打开小铃铛 好 做完这个动作之后 很重要 请你到阿娟的粉丝团 阿娟的Freestyle的粉丝团 你去看我们有好康要给你 元宵节加码好康 所以一定要去看 好 我们回到财经焦点 赶快带你来关心的是 难道真的堵不住中国的半导体吗 为什么我们说堵不住中国的半导体呢 因为半导体我们知道 跟G5息息相关 中国的G5 现在可以说是日新月异 到什么程度呢 美国五角大厦说 他们在美国领空 发现了中国的间谍气球 但是没有击落它 等会来告诉你 为什么没有击落它 这个中国的间谍气球很厉害吗 这个气球到底要干嘛呢 会从事什么样的间谍工作呢 而它背后当然是 它的半导体的技术 所以我们来看 其实SEMR有事情说 美国其实挡不住中国买DUV设备 你不要以为艾斯莫不出货 它就买不到 它在二手市场可以说是狂扫 我想其实中美的科技战 又升级到另外一个 军武战 这几天美国你打开 什么CNBC 我去看一下Fox新闻 头条就是这样 飞碟入侵 就一个UFO进来 美国 这是美国民众 自己去投书 美国说这么恐怖 结果发觉 它是一个热气球 在天空飞 这热气球如果是人玩 这不是普通的气球 不是它的气球上面搭载的什么 情报的什么 收集的这个镜头 所以怎样等于是什么 收集情资 然后中那个什么 美国的军方去查 查出来是中国的 你可以挡住不让它的飞机到它那领空 对 但是你挡不住热气球 我说得对 这个热气球 我飞机要到美国领空 不是说青菜可以去 对不对 但是热气球 你就没法 这个热气球 是在美国的阿拉斯加北边飘进来 飘到这个 所谓的蒙大拿走的时候 他现在说 中国说自己飘进来的 所以美国的政府 就现在说 五角大厦工 我要把它打下来 结果那个 你说拜登说 等一下先不要打 听说不能击弱 对 因为现在要怎么 现在要说 布林肯现在要访北京 你现在如果击下来的话 他说两个 第一个会造成这个 两边的不安 第二个说 他说怕击下来的时候 打到什么地上的人 所以因为他们叫低 据说是一个空军基地 对 所以说其实 这门大拿走的 其实在这边是空军基地 而且有什么 有飞弹井 有核弹井 所以这个就等于怎么样 中国派这个所谓的 我们说的这个 间谍气球来收集勤资 这样有点刚好 有什么 其实在上一个年代 在冷战时期 美国也是出现这个 美国做这个冷战时代的时候 那时候的所谓的 所以美国是解除过 这种间谍气球 对 但是当时是对谁 对苏联 一样对中国 当时就什么 跟苏联跟中国的西北边 他用气球过去干嘛 去收集他们的什么 核弹的勤资 港宽艺术 今天变成美国 自己被中国的间谍气球 来收集勤资 也是收集他的核弹勤资 因为下面是空军基地 而且是核弹发射地 不过昌星 这个间谍气球 刚刚你也谈到冷战时期 美国就已经有了 对 但现在的间谍气球 跟冷战时期间 那可完全不同 现在是高科技 我们为什么谈到半导体 因为这背后 如果没有半导体晶片 而且是高制程 高阶制程半导体晶片 是做不出来的 对 我们现在来说 这个新型的间谍气球 跟古兴的有什么不同 为什么 人家说 现在有这个所谓的 卫星空拍就好了 为什么要这间谍气球 不是无人机就好 观众朋友你知道 这个间谍气球 飞起来最重要的重点是 它不需要动力 不需要动力 是说无人机你可以飞 无人机你会不会有电池 续航力你不够 所以你如果是用现在的 这些间谍气球飞上去 人家多厉害 间谍就下面挂一个太阳能板 再挂一个什么摄影机 就结束了 就让它飞 一直飞 不用下来 所以这个其实 从美国自己 这是美国自己的 大家看图片 美国自己在六个州 就要说这个什么 气球的什么 气球的监视网 为什么飞上去之后 它就可以怎么样 去做这个所谓的一个布局跟监控 这又是太阳能板 太阳能板 所以它有太阳能板 它有监控系统 那它就可以补足什么 卫星如果很高的话 它转速很快 这个气球它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它可以什么 实时的监控 所以现在反过来说 也有人用阴谋论来说 为什么美国不去打下来 因为美国如果把这个 间谍气球打下来 美国民政会就会说 我们在那边不是要监控 不是要把自己的全部撤下来 因为也是在监控民众 所以就变作说 好 装作不知道 所以那个揪班的时候 不打下来 但那个地理器真的很厉害 因为据说它里头的AI 还有那个晶片 它是可以侦测到 高超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 它的高超音速就是 补足现在传统雷达 跟卫星的不足 因为它刚好 飞在大气场的中间 所以就可以什么 补足所谓地面 跟所谓的卫星之间 来收集这样的 那个空窗 好 那我回来讲半导体 因为这个背后就是半导体的技术 跟高阶晶片 那中国真的挡不住吗 为什么到处这样围堵 还是堵不了呢 说实在的 我认为美国这样的做 有一点为时已晚 为什么中国做了两个动作 第一个动作就是说 在EUV 我们前前讲过 EUV是高阶的 EUV被挡的时候 中国就先做一件事情 狂买DUV 然后他用DUV 就可以去做到高阶制程 有够厉害 对 他说DUV去做 然后去什么 想办法 他们叫做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 做起来 不过阿冠 你说到一半就说 他想要做高阶 不过中国自己内部评估 他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EUV这么高阶 他只有把什么 把DUV量产化 就可以撇开日本 撇开艾斯摩尔 这个是中国现在正在做的 那他到处去买二手的 对 据说因为这样二手的报价 涨十七倍 差不多涨十倍 Keylon1995年一台 可能没10万 现在市场价 二手价就是什么 140万 就大概是十倍 大家想要为什么 第一点说 现在不是EUV DUV 都被防堵了吗 所以中国现在只有两件事 第一 他要囤更多的DUV机台 第二个是怎么样 以后没得维修了 他要靠这些二手的机台 来做维修 所以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说 中国现在只缺什么 大家要特别留意 中国在E4奈米制程以下的先进制程 他可能没得到 可是如果在所谓我们说的成熟制程的部分 虽然美国挡着他 不好意思 他现在DUV 封测的已经做出来的 所以比较这种后端的做出来 他现在缺的是什么 晶圆代工这点 他做不出来 尤其是高阶跟晶圆代工 他比较缺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是做什么测用的 他不需要高阶制程 所以他们还是在拼这块 所以接下来 如果中国的DUV能够量产 他就可以什么 抑制美国说 你跟E4奈米不要买 不要紧 我们自己可以做 可是也跟三星一样 现在的良率很低 所以他们良率低 然后中间的晶片做不出来 还是现在他的致命商 好 那他怎么样去买这些DUV跟二手设备呢 他是绕道嘛 对 那谁去帮他买呢 据说张汝津 我们台湾去的张汝津 他也买不就 是青岛新恩这家公司 专门在市场上狂扫DUV和二手设备 好我们回来看 那么半导体现在怎么操作 怎么投资呢 我想其实 这一波的半导体 我只给他一个概念 美国一直在公布财报 财报公布都不好 不好 可是股价一直涨 所以大家现在要反向之好 跟去年的年初一样 现在是在做什么 市场紧缩的结束 所以基本上 钱本来一直紧缩 大家预期紧缩结束之后 紧缩的话本益比会变低 现在大家预估本益比会变高 所以跟企业的营收 其实我认为不是直接的相关 是钱变多或变少 现在大家预估说 钱可能会开始变多 所以本益比会开始上调 所以现在市场的选股 我觉得你本益比找什么 由低往高走的 所以举例你说驱动IC 你驱动IC来说 现在说什么 坏到不能再坏 所以你看 营收也跌 全部年增越年跌 然后越也跌 那基本上 可是它的股价一直在涨 它具备两个 第一个本益比够低 第二个殖利率够高 所以你看法人都在买 反正坏到不能再坏 坏到不能再坏 最坏就这样了 所以说只要公布出来的营收 越减停下来了 它就开始反弹了 那我们现在选谁 好那我觉得一个驱动IC来说 它是一个重点 第二个IP今天很强 可是高价的IP包囊创意 你追不到 大家就去追低价的 比如说资源宏观 这个其实它的所谓的价格都是一百多块 所以这个在我们刚才讲的 一百多块也不算低价 创意就要高百 高百 有个世线的说七八百 还有这一百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3035的质源好了 质源 创新说算低价了 来 质源在接收在194.5 对 所以说 这个高平 我觉得以本益比来说 它算是算比较低 可是它已经连续红贴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不要追 回过来我们刚才看到 刚才这一页 好我们再回到刚刚 我觉得哪一些是我认为说 它还没有涨太多 而且本益比比较低 比如说驱动IC里面的南茂 或者今天比较强的Type-C 创为涨上去 预创比较低 所以我的推移是 8150跟5351 南茂跟预创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南茂 8150的南茂 我们先来看南茂的股价 南茂的股价 在今天是收在36.2 对 那你看出量 而且如果下面 帮我换外资的话 其实外资是要什么 开始这边开始慢慢吃货 而且刚刚突破 我认为驱动IC 尤其是做面板这一块 只有一个重点 公布出来的营收 没有比之前差 本益比以上调 因为现在本益比很低 都六倍七倍 一条整个盘就会上去 而且相对的比较安全 好 这样的个股低本益比 而且股价相对处在低档 又坏到不能再坏了 虽然营收持续在衰退 但是只要它不再退步很多 是不是就是做多的好时机 请举拍 可不可以做多呢 一二三四 五票全员一致通过 回到今日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 低积极的个股 不只是外资 不只是刚刚昌星说 可以做多 现在连投信法人 也都选这样的股票 所以我们看到 信华在先公道的涨停板 爱普也连拉第四根红K棒 我们来问一下 法人最近到底在选什么 最近法人 他有点在调整持股 像这个先前 涨得比较多的除能股 投信就卖出了 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 短线的一个调整而已 因为除能股 今天成长趋势还是没有变 但是它转进什么 低积极的股票 就是刚刚昌星说的 低本益比 股价相对比较低档的 尤其是跟半导体有相关 因为台积联电 都是外资这一次 大买的一个股票 但是那是太大股 国内投信 其实也有买台积联电 但是那个怎么买 其实买出外资 所以他就去买什么股票 买一些IC设计 或车用的股票 尤其是车用的一个个股 因为这个金元代工的 产能空缺已经出来了 所以去年比较缺的车用晶片 开始今年就不缺 所以今年业绩是向上的 第二个就是说 新能源车的部分 其实全球各个厂商都在做 所以现在 其实大家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看这个礼拜指数涨644点 但是都没买 因为怎么都没买 因为基本条件不好 基本面都不好 所以现在要如何去悬股 所以现在其实大家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看这个礼拜指数涨644点 但是都没买 因为怎么都没买 因为基本条件不好 基本面都不好 所以现在要如何去悬股 我认为就是说 像车用的股票 现在一定要打破新年的魔咒 我们回想一下去年 去年景气有没有很好 去年年初的时候不错 不错啊 营修不是也很好吗 也都是好消息 今年股票怎么样 就会是累累嘛 那今年是不是很糟 景气也不太好 难道股票就一定会跌吗 不一定 可能跌 不可能是倒病 我跟你说 所以我们看 其实车用的股票 车店的股票 其实整理一段时间 我们先看新唐 新唐来4919 新唐你看最近这几天 股价是往上涨 然后我们看他 拉尾盘 今天很多股票都跌 今天大盘虽然涨 但个股是跌的比较多 我们把时间拉长 你看新唐的股价 虽然短线有涨 但是如果你时间 把它看得更长的话 还要再缩小 还要再缩小 你就会发现 其实还好 因为其实股价 刚刚从底部上来 那新唐它有两个 一个是车用 另外一个是 这个伺服器的 这个远端管理晶片 那我们看 信华的股价 今天冲到2500块 涨停板 但是拜托你 你可以不要说 什么百几块 对不对 两百块 两百几块 还是过来千块 高票 你们可以不要補这种 所以我们不报这个 因为这个 这个是用看的 这个不是用买的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 看我们这个六宫阁里面 我们回到六宫阁里面 補一个 资源刚刚 这个昌星已经讲 我就不多 194我也觉得太过了 我跟你说 怎么看这支最上升 帽打 140几块 还不到150块 来导播帮我们 也一样把帽打出来 那位置很低 今天一样是涨 今天很多股票都跌 但今天是涨 我想买20块的 没有 没有 也是要有一点基本面的 好 然后你这个 导播也是帮我们 把这个时间看长一点 可以先缩小一点 缩小一点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比较能够 再时间再长 再缩小 好 我们看长期的趋势 来看看是不是低的 位置非常的低 位置非常的低 那过去的股价是286块 现在到100多块而已 而且最近外资投信 统统没买进了 最近的行情 不是赏户买的 最近的行情 是投信跟外资买的 所以你后来办 如果要买股票 你就是跟着法人买就对了 好 我们帽打来投一下票 虽然我还是觉得 还蛮贵的 来帽打 各位怎么看 请举拍 来帽打帽打帽打 来 1 2 3 4票 却1票在中间 蔡总为什么举中间呢 那个营收还没有起来 这家公司 所以你法人会去买 那种指标性的公司 但帽打属于 IC设计 变成二线三线了 所以蔡总还是单性财报 比价 今天没有点是比价 好 说到财报 其实今天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的重量级科技公司 陆陆续续在今天公布了非常多家的财报 而且每一家都是大腕 包括苹果 包括Google 对不对 这些都是大腕 高通等等都是在今天公布 那我们来看他们财报好不好呢 不好意思 不妙了 但是不妙了一定的劳吗 不一定 我们来看一下苹果 苹果财报低级获利不如预期 可以说是近七年来首届 盘后重挫 盘后重挫 我们来看 遭YouTube广告营收拖累 Google的财报也不好 第四级营收获利也低于预期 我来问一下蔡总 这些财报低于预期的重量级科技公司 盘后已经大跌了 但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现象 是它大跌之后 低档好像接手的买单 对 所以今天的台股真的厉害 苹果谷歌高通 盘后已经公布了不好的财报 台股今天还没有跌 但是这些重量级的科技公司 都栽在哪个地方 在中国市场踢到铁板 我们首先讲一下苹果 苹果上一期的财报 是七年来第一次不及疫情 以前我们都习惯 iPhone都卖得很好 财报都是远超过市场疫情 这一次不一样 所以现在盘后 等于现在美国的盘前跌了3%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这个iPhone上季的营收 下滑了8% 这个影响很大 为什么 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 这个红海的郑州厂 疫情的风控 就暴动 没有办法提供 这个iPhone的生产 再过来 中国风控 民众也不愿意消费 也不来买这个iPhone 最主要还是来自于中国市场 对 中国的这个市场 那除了苹果之外 难道每一家重量级科技公司 都是在中国踢到铁板吗 谷歌也是 也是 谷歌你看它的财报 它的这个净利也是下跌了 这个非常的严重 那为什么 谷歌旗下 有一个我们观众一定常常上的YouTube YouTube就是谷歌系统的 就是我叫观众朋友 每次都要打开手机 对 那是你知道 订阅的那个频道 现在在全球短视频当中 谁击败了YouTube 抖音 抖音 抖音每个月 有活跃 活跃的意思 说我一天 如果不送 抖音 手就很紧 那叫活跃用户 对 十亿人 地球才七十几亿人 对 十亿人 每天都在玩抖音 所以抖音 立刻抢走这个市场 我们知道 谷歌是靠什么 就是靠那些广告收入 你的用户 假如被抖音 抢走了以后 你的广告收入会不会减少 会减少 可以看YouTube广告营收 来年减8% 本来预期要高达 八十五亿的广告营收 在YouTube这一次 表现只有七十九点六亿 所以表现不喵 不喵 好 但问题是 刚才蔡总谈到另外一个关键是 台股很厉害 照理说这些中央级科技公司 公布出来财报都不好 而且盘后都大跌 那我们为什么没有大跌呢 因为我们看到后半场 我们不是只看到前半场 后半场发现 他们重挫 急跌就开始低档 出现买盘 所以有没有可能利空出境 这有猫腻 那这个猫腻的背后 我把它解释 就是说市场的信心 跟去年不一样 恢复了 你信心恢复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有猫腻 你没有信心的时候 你就觉得很不好 我们先看一下苹果的财报 因为苹果去年第四季 我苹果自己不好 但我比你们好 你看他那个手机 去年第四季 手机全球的市占率 他变低 以前都是三宋第一 现在他变24% 飞瓶阵营的市场 虽然他财报不好 但是他的市占率 是往上冲高 换句话也就是说 他的果粉是增加的 对 当然靠这个 iPhone14这个新机 也贡献 所以你看 去年第四季 大环境不好 我市占率又超过了 其他的灰瓶 那假如等今年 这个大环境变好了以后 那我们就重新更厉害 我懂了 说好大家都不好 但是在不好里头 我是最好的 然后这个我们都一直讲说 那个去年11月12月 郑州场的问题 所以iPhone会递眼需求 到今年的第一季 是我们讲的 但是跟库克记者会 亲自讲 人家不一样了 库克就这样讲这样子 意思说 今年第一季的 这个iPhone的情况 会恢复 这个因为苹果 超过一半的营收 都是iPhone 库克亲自讲 跟我讲的 那就差很多 大家就有信心了 然后苹果的财务长 因为苹果 从疫情以来 不提供那个猜测 但是那个记者就很厉害 那个分析师 就一直追追追财务长 财务长最后 碰一句话出来说 本季的营收 会跟去年第四季 同比差不多 那去年第四季是972亿美金 这个YOY就同比 它衰退了5% 所以这一季 整个苹果也是衰退5% 所以不会再更糟了 我们那天还讲过 我们说衰退10% 大家本来以为会衰退10% 对 那现在衰退5% 还有再过来 比如MacBook iPad的话 这一季的话 会衰退2位数就10% 所以我懂了 台湾投资人 不是看他第四季的财报 而是看他第一季 没有如预期那么糟 所以在今天 其实股价撑得不错 这是在苹果 你刚刚谈到 这是苹果的money 那谷歌的money呢 我们这几天一直讲 那个chap gpt 那微软要把它拿起来 谷歌就很紧张 微软的作为软体 督步全球 把它纳入了chap gpt的话 那不就来打这个 谷歌的搜寻吗 谷歌搜寻 我有一个更厉害的 聊天机器人 叫Namedo Namedo是什么样 刚才这是苹果的money 那谷歌的money呢 那就更厉害 我们这几天一直讲 那个chap gpt 那微软要把它拿起来 谷歌就很紧张 微软的作为软体 独步全球 把它纳入了chap gpt的话 那不就来打这个谷歌的搜寻吗 谷歌搜寻 我有一个更厉害的聊天机器人 叫Namedo Namedo是什么样 这个去年的六月的大新闻 他谷歌有一个工程师负责的 叫乐莫英 他说 跟人家讲 他跟别人讲 这个Namedo 是一个人 不是一个机器 是一个人 他有感知的能力 就感受 这个有点像我们科幻电影里面 他说他有感情 机器人会感觉 回头会不会控制人类 会不会这样 然后更离奇的就说 这个热莫英 披露这件事情了以后 公司说你去放假好 我也不晓得这次裁员会不会被裁到 但是现在Google好像认为 他们的这个聊天机器人 真的是有感知 对 有感知 所以可能在几个礼拜以内 可能就要把这个Namedo 要纳入了这个谷歌的搜寻器 当然那个聊天机器人 要是做得帅一点 会不会女生想嫁他 他都已经有感知了 好 我们来讲一下选谷 那我把这些的瓶概股拿出来 我们只画一条最简单的年线 为什么我们现在一定要看 假如说这个市场 一慢慢恢复信心 就要上年线 台积电没有问题 已经上年线 他年线500 日月光头控 其实也在转强 你看他很早就上年线 然后拉回了以后 没有跌破 这个多头 年线之上是多头 年线之下是空头 对 大力光 但是你可以看 这个PA 公立荒荡性的全新 有上年线 但今天股票大跌 为什么 有点危险 因为 因为出来 比如Colombo 比如做苹果的 那个PA的供应商 他的财报财色还是不好 所以表示景气不好 所以你要看 你不要上年线 就已经安全了 你景气不好会跌 好 那我要问你党个股 因为他就是在年线的边缘 就在年线旁边 联发科在建商海法说会 我们来看他第四季 EPS十一块六毛六 全年EPS74.59 表现是不错了 但是他也提醒说 他第一季确实也是会衰退 会衰退六个百分点 联发科就在这个界线 这个边缘 我应该看多还是看空 多空的 我们看好 我们最新掌握了联发科的这个滑锁 这个蔡理晴 你今日讲的 第一季的营收不好 会跌破1000亿 大概平均一个月300亿 去年一个月 2022年一个月是450亿 所以是降下来 所以会剂减6到14% 但是他讲一个重点 就是今年的第一季 就全年的低点 剂6到14% 但是有机会逐步好转 第一季可能是低档 第二季就会越来越好 所以基本上 比外界的疫情来得好 所以有可能越过低线 所以我觉得 他可能短线震荡之后 可能趋势会往上